这个老人为了越狱 连续挖了15年的隧道 可在他捅坡地板的那一刻 老人彻底绝望了 原来他挖到了隔壁牢房 老人用铁片抵住囚犯的脖子 警告他不要告诉一警 说完便从地道钻了回去 男人见状也钻进了地道 他来到老人的房间 看到墙上刻的数字 才发现自己已经被关押了10年 从交谈中得知 老人曾是这个国家的总统 因为遭遇政变才沦为了阶下球 而男人则是被好友陷害 在这里受尽了非人般的折磨 得知老人要越狱 男人重新看到了希望 他也想加入老人越狱的队伍 老人说自己挖隧道至少需要10年 但两个人也许5年就能成功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男人每天帮老人挖隧道 而老人作为报答 更是把自己的知识倾囊相受 转将5年过去 这天男人在挖隧道时 听到了海浪的声音 这就意味着他们离成功不远了 男人想回到牢房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人 可此时老人已经奄奄一息 他深知命不久矣 男人很快狱警确认老人的死亡 并把他装进了麻袋 男人趁着狱警离开时 悄悄把老人藏进隧道 自己则搅拌成尸体 被狱警扔进了大海 男人成功越狱 他仅靠一块木板飘回了家乡 上岸后男人第一件事 就是回家看看自己的老母亲 可此时曾经的房子 已经被高墙围起 男人赤脚抓着螺丝 一点点往上爬去 可爬到墙里才发现 他们家早已变成了废墟 男人一时无法接受 直接晕了过去